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西班牙国王被第二轮开打,中国球员林良明代表阿尔美利亚B队首发出场,并打满全场,阿尔美利亚B队也发挥出色,2-1战胜了西领头羊马拉加,成功晋级下一轮,林良明也成为 国王被历史上首个踢满全场的中国球员,全场比赛林良明表现非常积极,他一共跑动了11700米,仅次于马拉加中场赫克托,魅列全场第二,是全队奔跑距离最长的球员,赛后林良明也很谦逊,当问道取得国王被首胜感受时,林良明表示,能帮助球队取胜非常开心,不过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同时自己还需要更加自信,不过今天我拼尽全力,所以我的表现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教院的信任,林良明出生于广东汕头,曾入社过于U19国庆队,2015年,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宣布以3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广州复利签下年几十八岁的林良明, 从此林良明也开始了他的流洋之旅,出到皇马青年A队,林良明就获得了球队主帅拉米斯的赏识,获得了大量的出场机会,并与吕为球队奉献进球和助攻,凭借出色的表现,林良明进入到了皇马的预备队卡斯蒂亚,不过来的卡斯蒂亚之后,林良明的出场机会,并没有以前那么充足, 2017年,阿尔美利亚B队从皇马租借来了林良明,借阿尔美利亚官方表示一线林良明适考,遇到球员能够为我们的梯队提供的进攻火力,在他的表现情况下,竹琴可以参加一线队的比赛,来到阿尔美利亚B队的第一个赛季,林良明为球队出场37次,打入8球,贡献9次助攻, 还帮助球队成功升入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西伊比联赛,在成功升级之后,阿尔美利亚想要去租林良明一年,而皇马也充分尊重了球员的意见,林良明得以继续效力阿尔美利亚,这才有了第一个在国王杯踢满全场的中国球员张成都曾在国王杯首发出场,到位打满全场, 作为目前国内刘洋小将中心图教为明朗的一位,我们希望林良明能够坚持自己的足球梦想,在欧洲真正的立足,起初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的。 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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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